早安台湾 带您掌握选战风云 我是夏志平 我是柳泽勋 早安台湾这节目从这个月开始 在每个礼拜一的央广官选团 这个单元里面 为您来关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重要趋势 而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为您探讨的是 国民党和民进党 他们不能输的压力到底在哪里 是的 这个礼拜我们带大家聊 技术层面的一些相关选战的一些操作 我们会从广告跟网络行销的操作方面 去带大家了解一下 台湾竞选传播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趋势 跟竞选传播的一些实际的策略 候选人跟政党会怎么样用 这样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方式 去帮他们自己争取选票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的嘉宾 第一位要跟您介绍的是 政大的广告系的郑志龙教授 郑教授您早 两位主持人早 各位海内外的朋友大家早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台大新闻所的王太立王教授 王老师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有关于这个竞选广告这个话题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又准备了一楼框的问题 是的确如此 因为两位其实都是竞选广告 跟竞选网络行销的一个权威 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 郑老师就是说 因为就台湾近几年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 竞选广告 不管是各方面的一个竞选广告 电视的也好 或者是网络的也好 或者是平面的也好 它发展都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水平 那能不能请竞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呢 台湾的竞选广告 它是相关的一些特色 跟欧美老牌的一些民主国家 他们的一些竞选广告 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区别 那台湾的特色大概在哪里呢 广告绝对是一个在地的产业 竞选广告更是在地的产业 就不同的国家因为它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的条件不一样 所以它所形成的广告风格 跟它的广告诉求呢 也会不一样 台湾呢从1989年开始有大规模的选战 从二十几年来下来呢 台湾的广告事实上累积了自己的风格 这种风格跟美国跟欧洲跟日本 几乎都完全不一样 那全世界看来 最好看的竞选广告 就在台湾 是 对的确如此 就是说因为台湾的一些特色 加上台湾的一些政治文化 草根的一些民主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进程 其实我自己本身认为台湾的竞选广告 台式的竞选广告 其实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请一下 郑老师帮我们分类一下 就是说台式的一些竞选广告来讲的话 以您这个观点来说的话 能够分成哪一些相关的一些类型 那哪些类型您是认为看点最棒的 台湾的竞选广告的内容 如果我们来分的话 大概有四个主要类型 第一个他会讲证件 层数证件 第二个就攻击对手 第三个就缓驳批评 第三个就受造自己的形象 形象受造 这四个类型里面呢 在广告里面基本上都会教他运用 然后看对手条件看个人的条件 来决定应该哪一方面来琢磨 像这次任圣文的 他就会琢磨在攻击 就在攻击对手 那柯P的广告呢 他基本上就是 你说证件也不是他的重点 他是在讲一些 从一些言谈之中呢 受造自己比较素人的一个形象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 找出他的利基点 来包装自己 感谢一下郑老师 因为郑老师 就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国内 研究竞选广告的权威 十足 那郑老师在实务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一些经验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自己 是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这个话题 是有关于网路行销 讲到网路的这个行销的话呢 王教授您的这个专长的 研究的领域就在这边 我想请您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们 台湾的网路的竞选的行销的发展史 就您的研究上面来看的话 从前候选人大概关注的是什么 跟如今两个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说专家不敢了 不过就是有这几年以来的一些观察 就是跟海内外的朋友们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分享 那我个人观察台式的网路竞选 大概就是2000年之后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概2000年左右 网路开始兴盛 然后就是全世界网路人口 呈现一个非常急速的成长 那在台湾来讲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网路的竞选 还是属于在网站竞选的时代 就是那个时候是web1.0网站竞选 所以如果大家记忆印象还很犹新的话 就是当年陈水扁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阵营的总统候选人 对连宋跟这个陈履这两组人选 他们都有推出正式的竞选网站 然后但是呢当年的这个网站就是 基本上虽然是已经有了一个互动的雏形 可是在网站上其实还是比较单向式的 后选人希望把他们的这个证件 告诉这个选民 然后希望选民可以上去点选 但是呢这样子的一种单向式的互动 那就是等于没有互动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随着这个网路科技的进展 那到了2010年左右呢 就是很多的社群媒体兴起 所以当年的这个县市长选举 我们就进入了所谓的部落格选举的一代 所以如果那时候大家印象很深 可是有很多县市的这个 一些这个大咖的县市长 特别是像蔡英文啊 当时选台北县 还有很多其他的知名的这个候选人 他们就开始大量的运用部落格 做比较个人性的这种政治的行销 那这个跟过去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候选人以前在网站上的发言 或者是跟选民的互动 都是委托幕僚操刀 可是进入社群媒体年代 就是部落格就自己来了 就他们自己会在上面 包括这个后来2012年 就是蔡英文又跟这个 马总统对垒的时候 当时甚至于也已经进入了 我们所谓的脸书时代 那脸书大家就 台湾的脸书的这个使用率很高 而且我们的使用脸书的年龄层 也不像国外那么年轻 我们有很多 其实三四十岁以上的这个脸书的族群 所以从2012年总统大选之后 两位候选人就很习惯用脸书 直接跟我们的选民来做沟通 对那所以有很多的心情分享 然后就是大家都很习惯用脸书 来直接来跟这个候选人做一个沟通 那到了今年选举的时候 那就是 网路的这个脸书的普及力更高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很少看到有电视广告 但是呢 大部分他们都把广告放在自己的脸书上 然后也不用广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放在脸书上 我们的电视媒体自然会去转拍 会去拍摄 所以就直接就是比广告的效果 坦白说来的更好 而且在网路上的话 会有大量的网友去点阅 然后去转载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让这些候选人觉得说 我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花这么多的钱在电视上广告 我拍一支小成本 拍一支网络广告 放在我的脸书上 然后就是就有话题 那只要网友的点阅率 到达某一个数量之后 那电视台或者是报警 就一定会跟进 所以今年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王老师 就您刚刚所说的 有关于互动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效果这件事情 假如我们把这两件事情 看在一起的话 有脸书或者是网路上的行销 这种部落格式的这种行销 事实上真正能够 让这个所以他的粉丝们 能够如果真的可以跟候选人 有近距离的互动 我问了一个问题 马上对方就回应 这种感动是 莫可没有办法来形容 是过去的那种 就是感觉上政治人物 跟人们的距离很遥远 真是无法取代的 就是说 而且过去政治人物 真的是比较不习惯 就是用网路来直接跟选民沟通 但是随着脸书时代的来临 其实这些候选人 自己也是脸书的使用者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人手一个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所以这些候选人也是随时随地 都拿着智慧型手机在上网 然后在上脸书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种跟选民之间的互动 特别是如果能够 营造亲和力 然后能够造成跟 造成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这次有很多组的候选人 很靠年轻族群的选票 所以事实上 那要经营年轻人的选票 就是一定得要透过网路 所以他们会特别注重 网路的行销 我想今年主要的因素也是在 大家都在抢年轻选票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假定一般的这个粉丝们 当然他已经是 特定支持某个对象 我们当然会上到 他的这个政治人物上面去 我去勾赞 我去希望看到跟他的互动 但如果他要吸引的 要开拓的是不同票员的 这个对象的话呢 卓比说了 绿营的某位候选人 他希望吸引到其他层次的 其他这个比如说 泛蓝阵营的选票的时候 他不能靠脸输了吧 是 那怎么办 好 那个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是 我就不说哪一党 免得有替他竞选的嫌疑 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来参考一下 就是今年很多 不分党派的候选人 都会透过这种可爱的这种贴图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都很流行 用LINE 然后APP很少 用LINE贴图 那如果跟我不一样党派的人 我就推出这种很可爱的 娃娃造型的公仔 就没有涉及什么正党色彩的 然后呢 这种可爱贴图 而且是免费的 那么呢 那可以透露我们各式各样的心情 现在年轻人甚至于 不是年轻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用LINE贴图 推出免费的贴图 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这个 用手机就可以这个去扫描的那个QR Code 很多的候选人他们的文宣上面 就直接印那个QR Code 那我们只要用手机去这个 跟他这个扫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候选人的脸书 或者是一些虚拟实境跟这个候选人拍照 然后像这个的话 有些候选人就是把他们家自己可爱的小朋友 推出来 然后就推出一些啾咪广告 那这个就没什么政党色彩 对对对就是 这个是网友会很喜欢 他不管我知不支持这个候选人 我也不知道他的证件是什么 可是就是萌嘛 这种萌娃就是会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像这种虽然是这个今天冬至 我想吃火锅 这个可能会受到网友喜爱 但这个候选人我们就喝不得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会建议这个 了解了解 然后像这个是另外一种风格的 我想就是这个 虽然这个郑妹没什么知名度 然后他是在帮新竹县长的候选人郑永津 那本来这个郑永津 他的竞选广告也没有受到什么注意 在网路上拍了很多支 但自从推出了这一篇 这个清新郑妹篇 哇 当天晚上就放出 热烈讨论 对 放在网路上 24小时之内就创造了 超过8万以上的点阅率 所以这支广告比候选人本身还要好 对 新闻也就跟进报道 然后所有的新闻 第二天每一个电视台都报道 从早开始都在报 那他的这个就是郑永津候选人 当然就陪着这位郑妹 就顺便出现在广告里面 因为大家要看这个郑妹 所以就看到了 原来是在帮这个郑永津 要不然的话 就是这个我们 我们这位候选人要上电视 也没那么容易 那你想想看这个广告消息 是不是比打电视广告来的好多了 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行销 了解 其实我再follow一下 王教授刚刚所讲的一个政治人物卡通化 其实变成一个趋势 因为政治人物透过卡通化 因为政治人物本来很僵硬 本来很远 离选民很远 那但是我今天如果 透过卡通化的一些相关的贴图造型等等 我就会跟特定的年轻族群去搏感情 也能够缩短我跟政治人物跟选民之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现在很多政治人物 特别是年纪比较不大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从事这样的一种 网路行销的一个操作 好那我们话又讲回来 再想请教一下郑老师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就传统媒体来看的话 我们切到六都的一些竞选广告 好不好 以郑老师您作为竞选广告的权威 您来看一下六都这些蓝绿候选人 在竞选广告传统的 比如说电视广告或是报纸广告上面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比较亮眼的 那亮眼的原因在哪里 你有没有觉得做的比较差的 那原因又在哪里 是 我们先回到前面来谈 就网路的竞选 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可以开拓的族群 年轻人跟中老人人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他意识形态不强 他没有政党认同 他政治上没有任何包固 他是一个漂浮的选民 哪一个人先丢救生圈给他 他就会依靠哪一个 这救生圈是什么 就是网路上的素材 如果你网路经营好 这个年轻人的选民事实上是可以去抓的 但是年轻人选民呢 在真正的选举的操作来讲 我们会说他是空气票 他是投票倾向极不稳定 他可能强烈表示说喜欢你 但是那一天选举那一天 下雨了他不出门 轰大一点他不出门 他不会去 所以这网路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可能会让你整个阵营看起来非常的变成巨人 但是开出来的不见得会有 这是我想在候选人要去注意的 那相对于今年网路这样蓬勃发展 那传统的媒体呢 今年事实上是视为了 我们非常担心台湾的四家报纸 跟几家电视台的联统奖金 会花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量微缩了吗 量微缩了 以往的电视台跟报纸的联统奖金 都靠选举 台湾几乎从90年代开始 几乎每一年都有选举 各个电视台 年底都看一团 那结果今年事实上不好 今年我们广告看下来 似乎没有什么让人家 看起来非常的 惊艳 惊艳 看起来非常的影响的广告 事实上没有 看起来都非常平庸 找一群老先生来扮演土地狗 对 那他看不下去 草原式的广告 那很多 或是看起来 很像抄袭美国的 22波广告那一种 事实上没有 那这显示一个现象 传统的媒体 事实上是有点示威 然后候选人 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 摆在这一块上面 那不过我要提起候选人 这恐怕是错了 你那个 你传统媒体不经营的话 你的发言权 事实上会受到影响 结果说当你没办法去抢新闻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广告来受到话题 那结果你这方面如果漏掉的话 恐怕就会比较担心 那不过从国外来看 今年这个没有亮眼的广告 这只有到目前为止呢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是不是 六都完全没有亮眼 完全没有 我觉得非常失望的地方 对 我们期待生下二十几天 能够玩一两只 比较好的一点出来 是 所以可是 郑老师你说 完全没有亮眼的广告 我想要请教你说 没有亮眼广告的原因 可能是 经费不足吗 或者说 真的是已经进入到 刚刚两位老师所说的 这是一个网路世代了 大家不会去catch到 目光不会去catch到 原来的传统广告 是这样的演变吗 经费不足到未必 就候选人准备的钱还是有的 没有准备钱他都不要玩 在台湾选举是一个烧钱的游戏 那钱不是问题 而是今年大家把心思摆在网路上 摆在电视的谈话性节目上 他认为传统的广告示威 那的确 传统广告能够发挥的影响也少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把它忽略掉 你恐怕会掉了很多那些 对选举没有说很热情的 但是他可能出来投票老人 然后他的资讯来源 可能看综艺节目 刚好有广告出来 那你那一块如果没有去经营的话 恐怕你就会掉 对我追随一下 张老师所讲的一些论点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因为今天就选民来讲的话 有各种不同的选民区隔 然后包括年纪比较大的选民 年纪中年的选民 那可能年纪上最大的选民来讲 他可能不会 电脑他可能不太熟悉 也就是说 网路的选举 或者是一些行销的一些方式 他可能完全无感 那他也在电视上面 看不到你那个候选人的广告 那他投票可能就会有一些些confuse 他会觉得你那个候选人 根本没有在竞选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跟张老师做一个呼应 那另外一个面向想想想要 张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比如说连正营也推出 推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广告 我们记得他的第一支广告 他本来是希望能够去弥补自己 一直被攻击的一个权贵的一个弱点 所以他拍了一支 如果你是连胜文 你会做什么 OK 那后来马上 当下不到几小时 kuso版就出现了 而那个kuso版 他的点阅数字比正版还要高 那能不能请张老师帮我们开示一下 就是说候选人阵营 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情况 他是没有在策略上面考虑周延吗 是因为那广告布局太简单吗 还是权贵这样的一个弱点 基本上根本不用借由广告来做防毒 或者他故意根本就是丢一个球让你杀 有没有 那也太惨了 杀得太凶了 对待有可能 这个事实上好几个面向 就这个广告来讲 我认为他是一个欺骗无知少女的广告 只有无知少女会相信说 我有钱我就去参加趴 然后就不要来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不要参加选举 这是无知少女的下话 真正的有钱人 当我财产都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在台湾社会 我一定要有一个职务 才能够把他保护我的财产 了解 甚至从这职务里面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就是有权力才能够赚到钱 你有钱之后 你必须拥有权力 这是为什么台湾选举 会这么热衷的原因 了解 就在这个地方 钱跟钱的纠葛 所以呢 这是欺骗无知少女的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少女 这支影片被哭手 说话 我们最担心的是 媒体的素材 爹不疼娘不爱 这就会很糟糕 爹不疼娘不爱 就会很糟糕 你这个出来之后 没有人理你 这广告是死掉 有人哭手 钱白花了 对 好事 就是好事 我举一个例子 各位可能没有想到 在1994年 第一次选台北市场的时候 环大洲 就国民党环大洲 他有一个slogan 叫台北心向大洲钱 台北心向大洲钱 对不起 这个有够烂的slogan 这有够烂的slogan 但是有人把它哭手掉 以前没有叫哭手 反正就把它玩掉 用台湾话把它读出来 就被台北心向大洲钱 台北很像一只大残鼠 台北像一只大残鼠 好 那这样台北像一个大残鼠 OK 被哭手了 这一句话就活过来了 对 李建华选立委的时候 也有一句slogan 叫 波乱缓震 一般民众就把它倒过来 就叫正管乱缝 这又活过来了 否则你这个slogan 是不存在的 对 我记得张老师刚刚讲 那个拨乱反正 也有很多人哭手他 比如说拨乱 反正闲也是闲的 对 干脆的拨个乱 有意思 对 这个选举不要怕人家哭手 了解 所以林先生的广告 后来有几支说不要 破在网坡上 怕人家哭手是错了 了解 你把你的孩子变成爹不疼娘不害 这个是害了这个孩子 那就更惨就对 好 这个各位央广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央广官选团这个单元 透过了从广告还有网路行销这样的角度呢 来探讨这一次的年底九合一选举 刚刚我们三位广告的专家们 都在这个访谈当中透露了 想了自己很多很多的专精的研究 其实非常有意思 广告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